大家好,我是大寶法王Johnny 不是寶藏的寶,是保險的寶 我就是大家的保險法之王 我入世的目的是本著救苦救難的初心 來幫大家開示各類保險法律有關的疑難雜證 前幾集我們都談到如何利用有利的主張和證據來爭取保險理賠 但是這一集有一點不一樣法王想要來勸勢 我要跟大家來談談說自殺炸保到底可不可行 前一陣子新聞事件裡面有這樣子的一件事 A女和丈夫養育了三名的子女 全家的感情非常好 夫妻兩個人向銀行貸款經營餐款 但是丈夫因為信用不好被銀行拒絕貸款 那這個時候夫妻兩個人只好假離婚 由A女出面來申請貸款 可是很不幸的後來餐廳也經營不善 所以兩個人只好賣掉房子抵債 但是賣掉房子之後還欠下了一千多萬 連信用卡也停卡了 A女這個時候突然想起他們剛結婚的時候 大概是十年前吧 曾經投保了高額的人壽保險和意外險 全體的法定繼承人是受益人 於是A女就想到說 她和她的哥哥講好 去買兇找槍手來共同策劃演出一出槍擊案 由A女開往指定的地點 在一個沒有目擊證人的地方把自己殺死 讓丈夫和子女可以領得保險金以後 一家人的生活就可以溫飽了 但是後來呢 檢警調查發現 A女在死前曾經跟她的丈夫 在電梯裡永穩地長達8秒的時間決別 而且曾經跟女兒說 如果我走了 你們要好好的照顧自己 再加上A女和哥哥 跟這個最後被逮的槍手中間 都有密切的通聯記錄 而且A女開車到現場的時候 是排在P檔又遭到了近距離的射擊 現場呢 除了車窗玻璃有一個彈孔之外 沒有任何打鬥外力介入搶劫或性侵的痕跡 所以可以證明A女她是自行停車 整個機箱看起來就像是買兇殺掉自己 經過檢警嚴密的調查以後 揭發了這集的炸跑案件 所以法王呢 在這集要跟各位來談幾個問題 自殺到底能不能理賠 不能一概而論 要看你投保的是哪一種保險 如果今天你投保的是人壽保險 通常都會有以下這樣子的條款 就是說被保險人 因為故意自殺或者是失能的話 原則上是不賠的 如果是定約開始後超過兩年自殺死亡的話 保險公司仍然負己付身故保險金的責任 如果你投保超過兩年以後 被保險才自殺死亡的話 注意喔在人壽保險裡面 保險公司還是要賠的 但是如果是傷害保險也就是意外險 那在上一集有提到過 自殺本身就不符合意外事故的 突發性和不可預見性 所以說自殺在意外險是絕對不賠的 其實除了意外事故本身 它有明確的定義 必須要外來突發不可預見 最重要的是 人壽保險和意外險 它的保費實在是差太多了 以一個36歲的男生來說 保額1000萬 繳費20年終身保障型的人壽保險的話 光一年的保費就要超過30萬 如果是保額1000萬的意外險 一年保費只要1萬出頭 那這個保費簡直是天差地別 通常會炸保的人 它一定是財務上有困難 在投保的時候呢一定會選擇 低成本的保險去炸保 不久後就會實施 這就是為什麼人壽保險有2年的 自殺免責期間 所以說基於這樣子的一個差別 A的丈夫呢 是確定領不到意外險的保險金的 但是除了意外險的保險金以外呢 A小姐還投保了一個人壽保險 在這個案件裡面 丈夫領得到人壽保險金嗎 帶法王看一看 法王看到了 答案是肯定的 丈夫領不到 因為我們的保險法有規定 如果是受益人他故意去造成被保險人的死亡的話 他會喪失勤領保險金的權利 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A的丈夫他當然知道A要去自殺 所以他才會在A要出發被槍手擊斃之前 跟A女來吻別 所以A的丈夫依照保險法是喪失了保險金的請求權 但是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因為受益人的約定是法定繼承人 而全體法定繼承人除了丈夫以外還有三個子女 即便是A的丈夫喪失了請求保險金的權利 其他這三個子女在不知情的情況底下 還是可以獲得人壽保險的保險金 也算是在這個不幸的悲劇裡面 一點點讓人欣慰的一個結果 講到這裡一定會有鐵紙的朋友問我 阿偶現在就有財務困難阿 阿偶現在如果去投保意外險再自殺炸保 阿拔一下成功的機率高不高 法王在這裡要奉勸有這種想法的朋友 千萬不可行 第一生命可貴 第二以現在的犯罪偵辦的技術來說的話 自殺炸保很難不被識破 法王要再次的呼籲大家 自殺炸保除了生命不保以外 失封被發現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除了拿不到錢以外 跟你共同策劃的家人會吃上加工自殺罪 或者是詐欺罪的官司 是不是得不償失呢 不只是得不償失 是沒得到半毛錢又虧很大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法律上面的各種的疑難雜症 為大家指引迷路 點起明燈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點讚、分享 並且按一下小鈴鐺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